然后我们看第十题 他是一个排极的数学家 然后这个是他发现的一个东西 然后this number is the sum of two square number 所以你看一加四会变成五 然后the square of this number also the sum of the two square number 2525是9加那个16 9其实是3的square 然后再加4的square OK one of the number that satisfy the constraint posed by这个是5 fine 3r的number OK 好 10 你看10 为什么是10呢 你看1加9 是10 10是1加9 然后过后呢 那个10的square 是100 它其实是6的square加8的square 也就是那个36加64 所以14第一个 13 它是4加9 13 然后13的square是5square加12square 然后它是25加144 然后接着我还有17 17的话呢 它是1加16 17 然后我17的square呢 是8加15 264加225 等于289 所以这三个是它的答案 然后在这一边呢 然后在这边呢 其实你有学了 Permann chapter 13 那个Pythagoras 就认的情况之下呢 你会发现到这些号码 就是说 我有345 然后我还有 然后我还有 那一个5 12 13 然后还有7 8 9 8 15 17 7 24 25 然后9 44 1 然后还有345的倍数 6 8 10 33 9 12 15 43 12 16 20 15 20 25 然后还有它的一半 1.5 2 2.5 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号码 So 刚刚在这一边的这一个里面 你看看 它的这一个其实是345 所以它在这一边 它其实有用到的是 这一个 345 然后我刚刚的这一个 680 OK 我刚刚用到的这一个是680 然后这一个是 52 13 然后还有这一个是 85 17 的 你们 怎么会好 是 油